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游戏是 CSR赛车 这是一款相当具有难度的赛车游戏 我们在这里需要和周围赛车进行PK 不断的加强自己的速度 让车辆可以行驶的更加的迅速 还有一些车的连部件可以组装和强化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 就像现在只要我们踩住油门 这个麦苏表会达到一个最高转速 根据这个绿灯的亮起 我们要点击这个换脑摸片 这个点击速度一定要快 而且要是根据这个时机 如果时机错误的话 我们的汽车的速度是无法提升的 经过我们以系列的努力 最终完成了这场比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款车 就是我们自己的车 刚刚那款车也是一个临时的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这款车非常的破旧 但是没关系 经过我们在其他关卡中 会得到更多的金币 最终我们把这款车 完成到最初状态 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赛车 在这里这个赛车需要一些零部件 包括零部件的升级还有改装 这就需要很多的金币 金币只能在赛道上才能得到 如果赢了其他玩家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改装它 由于现在游戏刚开始 我们的钱不是特别多 只能用这个小破车 和其他的玩家进行比赛 这款游戏在玩法上也是非常真实 包括我们改车的时候 需要对车的发动机 变速箱 还有一个悬挂进行改装 如果不懂的话 很影响我们在改装之后 这个汽车的速度 所以说在网上可以查到一些攻略 对这些个发动机变速箱 进行此匹配 看看哪个匹配 适合这个汽车的速度 我们就选择哪个 在这里因为我们的钱数有限 先给这个汽车外观 做了一个小喷漆 而且只是一小格 这证明我们也是非常穷啊 连一个汽车整装喷漆都喷不上 没关系 我们继续在这个赛道上进行比赛 我们看到对方的车手 也是一个非常破旧的车 他也是在这个赛道上准备赢更多的尖闭 现在我们继续驾驶这个小车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换挡撥片的使用 如果现在这个转速达不到的话 我们可以降低一个挡位 这样这个速度上来之后 再可以继续换挡 一定要注意这个绿灯亮起 或者说马上绿灯亮起的时候 我们要迅速的换挡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跑来就非常快 刚刚经过几次个加速 我们顺利了完成了阵务 也把对方的车手直接打败 这样我们还是挣了1000多个银币 这个钱币分金币和银币 都是可以进行装备的改装 还有提升 我们继续投入到比赛里头 注意我们的换挡 刚刚由于一个快速点击 我们的汽车的转速达不到这个顶点 只能降挡 降挡之后继续加挡 看来对方的小车也是紧追不舍呀 我们要保持现在的速度 注意换挡 如果换挡顺利的话 它是无法超越我们的 经过这款游戏的玩法 还有这个汽车的操作性 推荐指数三颗星 游戏的名字叫CSR赛车 如果哪些朋友感觉这款游戏 还非常有意思 或者说想看看以后我们的这款车 会改装成什么样 就可以在屏幕的下方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